大家好,我們由今天開始 我們會用類似的上課模式 每一次上課堂之前 你們需要去做一個 然後才去課堂 課堂的時候我會把大家共同不懂的東西說一次 又或者會問一些高深的問題 事不宜遲,我們進入第一個環節 我們今天講的是數據庫的第一課 數據庫,今天我們學些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什麼是數據庫 第二,我們要知道為什麼要用數據庫有什麼重要呢? 有什麼好呢? 第三,我們如何用數據庫呢? 最後我們就認識一個叫做數據庫管理系統的東西 好了,我們首先去到第一件事 數據庫 其實什麼叫做數據庫呢? 數據庫其實是一些你類似電子化的檔案櫃 什麼叫檔案櫃呢?我特意都預備了給大家 就是這個 即是 把所有檔案都放進去,把所有文件都放進去 讓大家 去找 不過大家太年輕了,譬如我自己讀書的時候,圖書館找書 就是要放了一些圖書卡,然後就可以去找 所以大家幻想一下,其實就是一個文件夾來的 而數據庫就把一些資料放在一起 我反而經常都說,數據庫好像垃圾桶 就把所有文件都放進去 另外,數據庫可以做到什麼呢? 其實用戶可以 將一些資料,譬如 加一些資料 拿一些資料出來 更新資料,或者刪除資料 這些數據庫都做到的 所以你會發覺 咦? 說說說有一些像 Excel 這個就留待我們 大家完成了這個Expressel之後 去想一下,我們課堂會再討論 但Anyway,你起碼要知道 原來數據庫就是一個 電子化的檔案,把所有資料放進去 我可以加一些資料,拿走一些資料來看 去更新一些資料,或者刪除一些資料 OK? 這個就是最基本概念 好了 然後 剛才第二件事說了就是 為何我們要數據庫? 數據庫有什麼重要性呢? 第一件事就是 你看到平時Excel,當然啦 現在你們的年代比較尷尬 譬如Google年代 沒有Google年代 我們用Excel 其實基本上是 相對地難去共享的 當然你嚴格來說 Microsoft也有 可以把Excel放上網 然後共享 但以前不是的 我Excel做完的事,就只是自己用 如果南科長要的時候,我就要傳那個Copy給他 其實這樣做會產生很多問題 在這裏我就不詳細解釋 讓大家了解 第二件事就是盡可能減少了 一些叫做勇余度 即是說我們盡量把資料不要多餘地儲存 節省一些資料 節省一些位置 不會說什麼都儲存 這就是數據庫有一個好處 當然 坦白說,如果你設計數據庫的時候 設計得差 其實這個是做不到的 這個是完全做不到的 好了,最後就是 其實我們 稍後說的時候有什麼應用的時候你會知道 很多時候現在所有的軟件都會配合 Database 但是其實是兩個很不同的系統 你想想如果我把這兩個 放在一起 例如說我的數據庫和寫程式是一起做的 其實我的開發周期會慢很多 我可能 我等數據庫的東西搞定 數據庫可能等我某些Data 令到大家拖著大家 但是因為數據庫能夠獨立於一些應用程式 那就很好 好了,我寫程式的時候 我預計了你給我什麼Data 那你怎麼做? 不關我事 最後你給我Data 我可以進行程式 數據庫就是 你的程式不關我事 只要我在數據庫 最後給你一些Data 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這就是重要性 當然 再提一提這個課題為什麼 那麼重要呢 除了我們本身考試都會 起碼有 起碼五六分 你記住五六分在我們 暫時由學期賽到現在來說 是比較多的分數 即是考試100分裏面有五六分 我們平時都是說四分左右 兩三分,一分MC 那麼這裏有五六分左右 那麼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ICT是會需要去到中五的下學期 去選一個選修科 即是在ICT裏面再選選修 我之前在第一課 學期賽第一課已經說過 而數據負責其中一個 所以這個重要性都很大 所以大家要學好一點 好了 那麼 究竟日常生活有什麼應用呢 你見到 其實 點點點有排 電子郵件 IG Whatsapp 淘寶 你的網絡遊戲 什麼一拳超人等等 總之 最簡單的看法就是 我不是說一些你未必接觸到的東西 是一些你接觸到的東西 在網上大部分都會牽涉到數據付的 所以那些重要性也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買戲票 我去某間戲院買戲票 我可以在網上買的 其實所有的數據 究竟哪一場買了哪個位置 哪個位置買了那張票 哪個位置剩下的 看什麼戲 幾點鐘片長多少 全部都是放在數據庫上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知道重要性 記住,基本上在網上大部份都用Database 希望大家慢慢掌握到 好了 最後我們會說的一個數據庫管理系統 我們經常說的DBMS DBMS是什麼呢? 數據庫是一個很虛無的東西 我剛才說垃圾桶 但是我如何管理和處理這個垃圾桶 如何去做呢? 其實就是透過這個數據庫管理系統 我留意這裏打了資訊庫管理系統 其實是不同逆音的 即是如果你公開考試或者我的考試 你見到資訊庫管理系統 或者數據庫管理系統 都是同一樣東西 當然我一般來說 習慣用數據庫管理系統 好,那DBMS是什麼呢? 就是幫助數據庫 不要告訴你,數據庫就是Database 去設計的一個專門為它而設的電腦軟件 去做很多東西 當然我們稍後就會慢慢慢慢知道 有什麼功能做到呢? 而我們最重要是做這件事 因為有機會是問你 有什麼DBMS的例子 公開試都會這樣問的 一個叫Oracle 夾骨文 Microsoft SQL Server 這個沒有中文版 Assys MySQL 我們通常叫MySQL 還有另一個 這個都不知道如何讀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比較出名的 數據庫管理系統 請大家要記住 OK 大致上今天講了幾件事 讓大家知道數據庫是什麼 大概有概念 然後為什麼這麼重要 日常生活怎麼用 最後我們會知道 有一個數據庫管理系統 管理這個數據庫 我想大家去思考題 數據庫究竟跟視算表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下課會去探討這個問題 好,今天就這樣 希望大家努力做你的Episode 拜拜